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我是洛康 身先四組一直以來都是本頻道的宗旨 所以這次的NSO加上擴充包的服務 早上給他買下去了 那這次的擴充包實際上 其實已經也發過幾支影片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今天再來講一下實際 我真的買了 玩了之後的一些心得來分享給大家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擴充包它的付費方式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其實就是把N64 Mega Drive還有動身新的一些DLC內容 把它全部綁在一起 用一個年費差不多就是兩倍的方式 兩倍概念 用這樣解讀我覺得其實比較簡單 像我之前在購買年費的時候 其實是一年的NSO差不多600到700塊的台幣 那這個是依照匯率的不同而有所浮動 那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是買NSO的服務再加上擴充包的服務 它就是大約兩倍價格 也就是說大約會在新台幣的1200塊到1300塊左右 這個價格其實說實在的也不是說到很貴 因為其實還有一些差不多的服務也都是這樣子 只不過呢 因為它綁的東西啦 我自己是覺得還滿好奇的 到底玩起來會怎麼樣 然後裡面的內容跑起來又怎麼樣 所以才會拍的這支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我原本就是有購買NSO服務的人 而且我記得最早的NSO應該是在9月左右開通這個服務的 那當時其實一開通NSO啦 我就馬上購買 而且一直不斷的自動續約到現在 所以呢這個服務我一直都有在續約 也一直都有在用 這時候呢我就很好奇 那我有在用的狀況之下呢 如果去買的會怎麼樣 那後來我有看一下喔 其實如果我們要購買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一定要使用 原本就有購買NSO服務的那個帳號 因為呢你在登進去之後 電腦的系統會自動幫你結算 你現在剩下時間還有多少 然後呢它會依照這個價格喔 再幫你去做另外一個續約 所以那個價格是會不一樣的 像我啊就是有到了香港 用香港那個帳號 那個帳號其實我平時只有買遊戲 然後呢一下跳香港一下跳歐洲一下跳美國 反正各地是觸跳 但是呢我進去那個之後啊 它就會顯示出原價 大約就是一般NSO的兩倍價格這樣子啦 那如果說呢我是登入我的日本帳號 就是我原本的主帳號呢 它就會顯示出折扣後的價格 那因為我的帳號啦 應該是剛續約那個NSO沒多久 所以呢它這個價格就是 稍微便宜一點 也不能說稍微便宜啦 反正還是付一樣的錢 只是我有一筆呢先付掉了而已 另外呢因為我這次的擴充包 我自己個人還是覺得 動物生兒會這個是沒辦法買斷的 雖然說好像蓋的東西 新的弄出來的內容 還是可以維持在我們的帳號裡面 可是呢它的新的那一個服務的內容呢 是沒有辦法在 NSO服務加擴充包到期之後 可以繼續用下去的 不知道任天堂之後 會不會做一點變動啦 因為這樣子再用的話 我不如買斷 然後再買NSO 所以我自己在購買完這個服務之後 其實我就進到後台 那個帳號的登錄區 把自動續約這個服務先把它取消掉 其實這個自動續約的取消 是我從購買NSO的服務 到現在第一次把它按下去的 如果說之後它有一些變動 或者說N64啊 Megadrive有出一些遊戲是真的 我可能比較有機會玩到的 那我可能再去續約它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就會續約原本的NSO服務就好 這次呢其實推出了兩個平台的遊戲 是在10月26號開始就可以玩了 11月多啦才會有這個另外一個 動線會的服務喔 這兩台主機呢 雖然說綁在同一次的擴充包裡面 不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屬於不同世代的主機 像我們的Megadrive呢 就是跟超人比較屬於同一個時期 它是16位元的第四世代的遊戲主機 所以當時的遊戲畫面 就會跟N64會有一點不同的差異 而且啊就它所給的這幾個遊戲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 在不同的世代喔 其實玩的遊戲類型啊 還有方式喔 都會不太一樣 當時的主流 當時受到玩家所喜愛的遊戲 其實會有什麼款式喔 從這些內容上幾乎也都可以窺之一二 像我們的Megadrive裡面啊 它總共就附了14款遊戲 戰斧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有玩過 包含像格鬥三人組啦 音速小隻啦 還有混斗羅之類的啊 這些遊戲應該大家都有在裡面玩過 那其實這幾個遊戲喔 我們就遊戲的內容 還有玩法來看 都會有點像是 他們通常都是橫向卷軸的遊戲 而且大多呢也會支援到 雙人以上同時來進行遊戲 其實我覺得在學生時代啦 玩遊戲喔 很容易就會喜歡玩這種雙人以上的 因為可能自己有兄弟姐妹以外 也有可能呢 會跟同學在放學的時間 來稍微玩一下這些遊戲 所以啊如果多人一起玩 不用在那邊排隊的話 其實相對的也會比較好玩一點 再加上如果多人在玩啊 現在會覺得說有時候吵吵鬧鬧的 我們可能會怕吵架或怎麼樣的 可是在小孩子的那年代 好像偶爾超點假也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因為大家就是會七嘴八舌去討論說 你剛才該不該打 你剛才該不該衝 你剛才該不該躲 你剛才該不該前進 很多你在玩的一些小細節 一些真的就不是什麼大事的事情喔 可以討論到大家火冒三丈 其實那種事情雖然說現在 當下看啦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玩到會吵架 大小聲臉紅脖子出這樣 可是在幾年過後再來微想喔 其實當時在玩這遊戲的時候 討論這些 你該做什麼 你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時候啊 其實那個才是最幸福的時刻 就是這樣子的吵吵鬧鬧鬧 然後就是最頻繁的幸福 因為當時玩遊戲的那種熱鬧感喔 在現在反而就找不到了 也許現在的遊戲啦 就是有一些什麼社群的方式啦 可以在裡面去打一些 表情符號啦 或者是打一些文字啦 去跟別人溝通啦 或者有些快捷鍵 可以跟大家打招呼啦之類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喔 再怎麼比都沒有辦法 像當時啦 就是雙人以上的遊戲 然後大家在同時進行的時候 那種不管是競爭 還是合力去把敵人打敗 整個吵吵鬧鬧那種氣氛 是完全沒有辦法比你的 所以其實當時的遊戲啦 會比較流行的 就是大概像這種遊戲的類型 相較於一些格鬥遊戲來說啦 他給我們比較好的感覺就是 同一個目標都是電腦 同一個目標就是那些敵人 那些BOSS 而不是我們互相仇視 會有一種 我要跟你你死我活的樣子 家長其實說實在 在當時要入手小朋友的遊戲之前 這種遊戲類型喔 在那些電玩店 或者是書局 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店面 有賣遊戲的 他們介紹出來喔 家長通常也會比較喜歡 因為我的小孩有兩個 有三個 那可能一款遊戲下來 他們就可以同時一喜歡 解決掉我們被小孩子打擾的困擾 那接下來就是N64的部分 其實N64的話呢 它是屬於第五世代的主機 同期如果要跟SegaV的話 應該是屬於Sega Saturn 土星這台主機啦 相較於SS的同時代遊戲機啊 這台N64其實說實在 我們就真的比較少玩了 所以這次啊 它裡面總共附了 目前為止是8款遊戲 這8款遊戲 其實我都每一款 有去給它玩了一下 像是Mario賽車64 其實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講過 如果今天要玩這個派對遊戲的話 我覺得 應該大家還是會很正常的 拿出Mario賽車霸豪華版來玩 如果真的想要玩這種 64的 這種比較老的 可能就是自己在回味的時候 去玩一下會覺得 喔還不錯 有當年在玩的味道 當然因為它的系統啦 還有整個畫面的那種感覺啦 還有整個在操作起來的流暢度 包含在裡面的一些引擎喔 還有一些它的程式的算法跑法 跟現在玩起來的真的會差很多 我自己去玩了之後 我會發現它的轉彎喔 好像比較沒有像Mario賽車8那麼的擬稱 你可能在甩尾的時候 會有那種離心力在拉扯的感覺 Mario賽車64啊 它其實在轉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有一些很奇怪的 好像沒有離心力 它可以直接我可以就直接控制 切進內車道 而且是沒有什麼阻力會往外拉 那個應該是所謂的拘力啦 橫向拘力喔 它就沒有辦法這樣往外拉 所以我在控制起來 我就會覺得說 欸這個真的 就比較有遊戲的感覺 沒有那麼的擬針喔 少了那些元素在裡面 車子碰車子撞到 然後彈開或者是旋轉 或者是被香蕉皮碰撞到的時候 去滑到的時候 其實那個接下來的那種物理反應喔 它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像這樣子的遊戲 也許它有很經典很經典的元素在 而且再加上呢 當時就是這樣子一代一代 不斷的流傳下來 才會有到現在的 馬力歐第八代 馬力歐賽車第八代 但是早期的遊戲啦 如果說現在真的還要拿來 跟朋友一起玩的話 相信大家就會有不太一樣的聲音 當然如果像是馬力歐六四 N64跑起來怎麼樣 其實很順 非常的順 但是因為它之前有出過3D收藏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個就是變成可有可無 因為像我自己的話 3D收藏集裡面可以玩到馬力歐六四 那這個也可以玩到馬力歐六四 我個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遊戲就還好 那這次的網球啦 還有包含它的薩爾達 我自己都有稍微去玩了一下 其實 會有一種回憶湧上心頭 那種回憶就是 當年我在看那些日文的時候 就是會從那幾個寥寥無幾的漢字 去解的那一段文字 很多回憶 真的非常多回憶 是在這些舊遊戲上面 可以去看得到的 包含其實那些 多邊形的3D模組 3D建模 其實在看起來也是非常有回憶的味道 就像我第一次看到那個VR快達的時候 整個人的肌肉是一塊一塊的 那種多邊形組成的 當時看到那個的時候 會覺得說 哇好炫喔 可是在現在的科技 跟現在的技術進步之下 其實你在看到那個 你就會覺得說 非常有懷舊復古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 時代不同 可以從這些遊戲裡面去看到 不過有一些 他都已經移植到 現在的新遊戲主題上面 所以變得比較 可有可無 再加上現在其實新的遊戲 雖然說不是說到很多 但是 很多經典的遊戲啦 還有包含現在的遊戲時數 都比較長 平均時數可能都會來到 二十五十個小時以上 所以以現在大家的 不管上課 或者是上班的時間 接下來 閒暇之雲 想要去玩遊戲的話 應該也是 這些遊戲啦 可以選擇的也是綽綽有餘 所以 會不會回頭來玩這樣子的遊戲 我覺得自己就真的要評斷一下 那我覺得這次其實有一個 比較可惜的就是 他有兩隻手把 Megadrive的手把 跟N64的手把 N64的手把 他好像也有把原本的一些 什麼震動模組啊 把一些比較原汁 原味的那個手把的方式 跟規格喔 給製作出來 可是啊 在台灣目前為止 好像還是暫時 沒有那麼好容易取得 所以這點真的希望喔 台灣那天堂 既然都已經進來了 有沒有機會把這種 小小的福利啊 就算少一點的數量也好 之後台灣如果可以開賣 給台灣的這些NSO的玩家 應該也是不錯的 之後如果動物生會會做的更新 我應該也會再來拍攝影片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裡面呢 有些什麼不一樣的內容 因為說實在真的 好久沒進我的島上了 好啦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 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